各位朋友早安 我是郑佳琪 欢迎收看5月22号星期三的大爱早安新闻 今天是农历的4月15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天气 尤其是下雨的状况 掌握雷达回波图 这一道的美与封面结构是比较松散的 所以雨主要都是下在海面上 今天跟昨天比起来降雨的空档会拉长 气象鼠也解除了豪大雨特曝 不过整体来说 今天的天气仍然相当的不稳定 时不时会出现雷雨交加的情形 那么昨天雨下最多的地方 是在新北平临186毫米 至于目前看起来 全台各地的雨量累积都不太明显 要提醒今天在北部 还有宜兰花莲地区 以及中部山区降雨的几率 是比其他地方要来得高 大家还是要留意 突如其来的大雨是相当惊人的 而至于今天的温度部分 今天全台的高温大约是落在27到31度 是相当典型的梅雨季气候 真的是潮湿又闷热 再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健康一点通 国内新增了一例境外一路 虐疾死亡的病例 这是一名外籍男性40岁 上个月曾经到过非洲的马拉威这个国家 而5月18号他从韩国抵达台湾 隔天就出现了呼吸困难胸痛的症状 5月20号因为症状变严重 前往医院挂急诊 经过检测确诊为恶性瘧疾 而且由于他的病情迅速恶化 导致死亡 当然马上的就是申请药物 并且给予这个瘧疾的用药 那不过他还是这个病程变化的快 而在这个当日 也就是入计第三天 那不幸的过世 那最主要的死因还是因为感染的 这个恶性虐而造成 严重的败血性休克而致死 感染恶性虐的话 也就是像这个个案所感染的 他可能比较会有比较高的这个风险 会有这个黄胆 那肝肾衰竭 也甚至到这个脑病变昏迷或死亡的情形 那致死率可以超过一成 那最主要的预防方式 当然还是预防蚊虫叮咬 那通常因为我们这个活药的期间 大概是在这个黄昏到隔天的凌晨之间 所以如果有前往这些流行地区的话 尽量是避免在这个期间 在这个时段里面这个除外 好 机关署进一步宣布 即日起将马拉威的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 调整为第一级也就是注意等级 民众如果有计划前往马拉威 或其他瘧疾流行的地区 在出发前一个月 请先到旅游医学门诊 请医师评估服用适合的药物 以避免染病 再来要来看看的就是 邀请大家试试看这样的饮食方法 你有听过弹性素食这个名词吗 这几年在全球掀起了一股风潮 指的就是尽量减少吃动物性的制品 现在全球奉行的人口比例 调查之后发现有高达42% 而这股潮流也吹进了台湾 像是在国内有不少的上班族 甚至是在校园里头 现在也都开始响应 少吃荤 多吃素 新北市戏指长安国小 施行每周一日蔬食计划 让孩子多吃蔬果 少吃肉 照顾成长需求 并且减碳保护环境 环境污染问题其实蛮严重的 那我们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举动 让小朋友知道 是对我们环境有很大的帮助 午餐有青菜 菇类 玉米 不时变化菜色 加入豆 蛋类等优质蛋白质 弹性素食概念 也在民众之间逐渐兴起 吃到荤食的时候会觉得 因为这个是 毕竟是要牺牲动物的生命 吃弹性素就是心里面会比较平静 会觉得比较没有罪恶感 保护生命或是保护环境 甚至为了健康减重 让这股蜂巢传播开来 弹性素食指的是尽量减少使用动物性制品 国际机构调查 全球奉行人口比例已经高达42% 食物能够帮助降低碳排放 吃飼料的牛肉 它是从玉米送到它那边去吃 吃完它又经过它一些生理作用 然后长时间的吃这些植物 那最后才形成肉到我们餐桌 所以你会发现这整个又多了一道流程 牛它是反出的动物 所以它在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会排出比较多的甲碗 那这个也是造成我们地球暖化的一个气体 国外媒体更指出 多肉主义者每天碳排量高达10.24公斤 少肉就能够降低近一半 纯素食碳排量仅约2.47公斤 差距很大 国健署也计算 每人每天若从五份肉类改成一周一日蔬食 一年可减少约101.4公斤的碳排量 民众施行弹性素食 多注意补充植物性蛋白质 并且以天然蔬果替代加工食品 有机会既减低碳排量又兼顾身体健康 大爱新闻 陈宏丽张略嘉台北报道 再来看到的是温馨的故事 在台中慈激护理之家上演 这个故事主角就是这位50多岁的邹大哥 两年前他住进台中慈激护理之家 当时插着鼻柜管他封闭自己 天天把棉被盖在脸上完全不理人 护理人员是用满满的爱以及耐心 陪伴邹大哥 让他越来越开朗 身体的状况也明显转好 如今他顺利拔除了鼻胃管 邹大哥是笑口常开 是大家的开心果 邹大哥是护理之家的开心果 但时间回到两年前 他刚住进护理之家时超级封闭 整天从早到晚都是把棉被把自己脸盖住 然后不跟人家互动 他是觉得他没有希望 当时他插着鼻胃管 精神情绪都很不好 护理人员得知他之前是环保志工 于是让他在病床上做环保 我们把纸箱那些就是带到他的床上 然后让他去做那个动作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之后护理人员用了半年时间 陪他做吞咽训练 终于顺利移除鼻胃管 之前就是查鼻胃管 然后没办法进食 然后现在进食之后 就是开心蛮多的 你要得到一个小甜心 卫明大哥 香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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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开心去进食 我先想要练他的活动力 让他有办法自己可以踩着走 拜拜 加油 大爱新闻 郭记忠 欧阳光辉 江丽君 台中报道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 要带大家回顾5月22号 有哪些慈善处击 2023年5月22号 尼泊尔好画一条街运动 此季与兰坪尼市政府 旅游警察大队等单位合作 推广好画一条街运动 邀请嘟嘟车司机 在车上张贴进私语 贴纸上有包括尼泊尔文 英语及华文三种语言 简单易懂也透过教练会老师 进私语教学走入校园 教导学生品格 勤学用功 逐于改变困顿的现况 2010年5月22号 海地圣亚拉罕卓教堂御佛 佛教御佛仪式 在天主教圣亚拉罕卓教堂 教堂飘扬佛月身 海地三百多人 首次在神父带领下 虔诚御佛 时经推往三个月前 志工因大地震 前往太子岗勘灾 发起以公带阵 开启了天主教堂御佛姻缘 没有关系的 religion 没有关系的国家 是关系的 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爱和祝福 在那里 2007年5月22号 印尼万龙大爱桥动土典礼 高举鞋子 书包 月季暴涨的薪水得勉强渡河 河水湍急 险象樊身 却是孩子通学之路 担心孩子们安危 此际援助经费 委由当地陆军工兵建造墙梁 历经96天的工期 同年8月26号 落成启用 长104公尺 宽1.7公尺 取名大爱桥 这是慈祭在印尼的第一座大爱桥 至今在全印尼已有15座 1999年5月22号 花莲慈院首办御佛典礼 是否农历 4月初八 佛陀诞生日 花莲慈基院首开慈祭制液体风气 举办御佛典礼 36位近似经社法师为前导 带领1200位主管 医护人员和志工群 在慈院大厅 佛陀问病途前 依序进行御佛 上报 侍从恩 夏季三土苦 这样的理念 来去推动佛陀的精神 那么在我们的四大之业 还有让这个社会祥活 除了在大厅 也到病房展开行动御佛 简单一试 祝福真诚温馨 直至今日每逢佛诞节 已是医院患者和将属 期待的一刻 今天的早安慈祭请 要连线到日本 由于志工刚刚在地震重灾区 血水丁 圆满完成三天的建武经发放 我们常常说时间空间 人与人之间 如何拉长情扩大爱 日本的志工真的做到了 感动人心的故事分享不完 重点是背后都看见志工们的用心以及贴心 现在就邀请到日本分会执行长许丽湘师姐 来跟大家聊一聊 丽湘师姐要跟您说一声幸福了 感恩 主播早 全球观众大家早 是丽湘师姐 这几天我们从传回来的新闻画面 看到了许许多多温馨的故事 我们也更想知道发放背后镜头以外的一些真善美 如何像一股暖流注入到居民们心中 认真说起来应该是志工无私付出的身影 感动大家 有一些年轻力量的投入 这一部分首先来跟我们聊一聊 好的 这一批年轻的志工 那其中有几位是参加过311的发放 13年前 当时他们都还是学生 那这次他们都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 所以说他们这次呢 善用他们的专才 承担起这个发放的那个动线 就是流程动线的规划 那都是有条有条的规划 而且带动新加入的志工 也是年轻人来协助发放 而且就是感受到他们感动 就是说他们也开始来做传承 那带新人 那我们比较资深的婆婆妈妈们 就负责生活相机 还有相亲关怀 补他们的就是 当他们的后盾 随时补位 那这次最特别的是 有一群 还有一群新加入的志工 他们是自己或是 陪伴长者来领进五金 那现场就接受我们的邀约 当下就穿起 背心当志工 那他们也留下他们的电话 所以说就是说以后 我们就开茶会的话 他们也都会来参加 来延续这份的情跟缘 是 所以好令人感动 是当下就立刻穿起了志工背心 投入助人的行列 太感动了 那么发放现场 的确是有很多感动人心的人物故事 非常多了 是的 有很多因为其实我们在 穴水丁这个地方远很深 那我们在1月就供热时到3月 那现在还有就是慈祭咖威屋 那结识了很多人 那所以说这次看到 就是慈祭来花健五金 他们也是更感动 主动来找我们 那其中有一位广田婆婆 他其实呢 他的房屋 后来被判定 是不符合规定的 所以说他也特地来找我们 而且呢还拿 就是说 还带我去把他的一个 他们家拿的铜板 还要捐给我们 那也有呢 就是乡亲呢 他们在领了现金来撒那 马上就拿了2万块来帮助说 他们也知道说 慈祭在全球帮助人啊 还有竹筒岁月的故事 他们也是纷纷的 就是要投竹筒 然后甚至呢 就是 就是 就是把我们猪童都领光光就是了 是 总之呢 就是感恩的故事很多 感动的故事很多 对 对 据说在现场很多长辈们 领到这一笔钱是掉眼泪 我们知道日本的性格 是比较内敛的 就是很有礼貌 但是带一点点距离 但是他们领到这笔钱 是掉眼泪了 是 这些老人家 而且好几位 他们的确 主要是他们因为呢 也知道台湾有受灾 但是呢 我们仍然去帮助他们 那同时他们也是很需要这笔现金 那因为可能等的政府的补助金 都还没有等到 是因为可能申请的手续 比较复杂 而且要透过银行汇款 所以老人家对机器的操作 比较不熟悉 那我们是直接亲手把这笔钱送来给他们 所以他们 而且他们都说 让不用等很久 他对我们的效率 还有整个动线规划 也感到很惊讶 虽然说来点人很多 那一开始很多 但是我们呢 也是规划得很好 让他们不用等太久 而且在等待的时候呢 我们也送上台湾的乌龙茶 让他们都觉得很欢喜 觉得很感动 掉眼泪了 对 我看到那些画面 就是很令人感动 大家可能领到这笔建五金 然后坐下来喝杯茶聊聊天 那最后要请问立香师姐的是 下个月我们还计划到别的地方 也是灾区来进行发放吗 下个月 就是我们第二题式打算到轮岛 还有能登丁 那当地的户数 是现在的差不多五倍多 所以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的挑战 不管交通流程的就是规划 都要考虑的更多 所以我们也是坐下在规划了 是是是 感恩立香师姐 今天的分享 也祝福我们下个月 在轮岛这些地方的发放 一切圆满顺利 感恩立香师姐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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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也是来自于日本的消息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 日本的民众参与所谓的三结合一 像是这一次在日本大阪联络处 所举办的玉佛典礼 大家体验很深刻 心情特别发喜 第一次参加慈祭玉佛 就担任日文司仪 典礼中 藤本世子还是有机会走入队伍 绕佛绕法 中文司仪 由氏艷芬擔任 她受政不到一年 反觀自信立宏願 這個災難頻傳 每個人都要發心立願 所以我希望自己發心立願 能夠更勇猛精進 然後繼續地接引 我們日本的在地菩薩 這是我的心願 日本慈禧志工 2024年的上半年 主統回娘家 把祝福力量傳送地震災區 能登半島 在大阪聯絡處裡 大家喊一聲加油 極緣氣表示心意 日本加油 台灣加油 答案新聞支持 美志工陳敬惠 陳其偉 王毅晴 日本報導 的確也要延續這樣的法喜 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慈禧在歐洲 英國的慈禧志工 在各個社區道場 也舉辦了禦佛儀式 讓大家都能夠感受到 這一份跨宗教 跨種族的大愛 令 佛 族 英國慈禧人 五月社區御佛典禮 從曼徹斯特開始 儀式簡單 氣氛莊嚴 落佛落法 不馬虎 而在劍橋 同樣依循佛教衣規 恭敬禮拜 沉浸心靈 也設置海報布展 介紹佛陀足跡 真正了解佛誕節的意涵 阿斯頓大學則是因緣難得 舉辦活動的大學講師 來自尼伯爾 因為2015年家鄉發生強症 認識慈禧 這次舉辦災害研討會 適逢三節合一 在研討會開始前 先舉辦欲佛祈福 在墨俄文的育佛典禮 則是中英文並行 也舉行孝親奉茶活動 孩子們特地為父母 掛上自己做的獎牌 祝福福祈福 好 這對母子來自暫屈烏克蘭 更能夠感受到母親的不簡單 你是我曾經見過最有趣的 四季倫敦人文學校也舉辦育佛活動 同時為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進行街牌儀式 我們期待歡迎新的學生 和他們分享中國語言和文化 也希望除了華裔的人士來學習之外 有海外的 就是這些外國朋友 也來學習 程序育佛與校清活動的歡喜 期待能夠接引更多人 一起來通行此紀錄 大安新聞之上美之公英國綜合報導 今天的國際關鍵字 畢業旅行上看到的是 美國麻省大學毛特茅斯分校 今年畢業典禮上出現了驚喜 那就是億萬富豪擔任嘉賓 上台致辭突然宣布 要送給每位畢業生 一千塊錢的美金 附帶條件是其中有一半的金額 要用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想給你兩種禮物 第一是我們的禮物 第二是禮物 這些禮物 有所謂的需要 分享、擔心、擔心、擔心 再來看到日本河口湖車站外 有一間便利商店 這幾年成為遊客拍攝富士山的熱門景點 但也造成了嚴重的觀光公害 當地公所因此設置了主檔拍攝的黑補 富士山的美景 富士山的美景 21號起 從這個方向再也看不到 日本獨賣新聞報導 富士河口湖丁宮所為因應觀光公害 在河口湖站前對面人行道的超商 設置一面超大黑幕 寬約20公尺 高約2.5公尺 阻擋拍攝富士山 另外為防止觀光客隨意穿越馬路 公所也將在馬路兩側 設置9個高約80公分 寬約3公尺的護欄 維持交通秩序 許多外國觀光客到此意猶 但脫序行為導致亂象重生 富士河口湖丁宮所也有意開增住宿稅 目前計畫最快在2026年上路 丁宮所表示 本月將舉行討論開增住宿稅的首次會議 商討稅收用途與金額等細節 大愛新聞 吳桂甄編譯 新聞最後要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還是受到了美語封面的影響 出門在外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比較保險 避免突如其來的大雨淋成了落湯機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大愛早安新聞 感謝你收看 我是鄭家綺 我們明天再會 明天便宜